当地震发生后有灾情发生 区公所紧急成立了灾民收容中心 提供民生物资及安置的场所 而在这一次的演练中 于107年10月份与区公所签署了 防灾合作备忘录的微钢科技 就在现场提供了所生产的LED折叠照明灯 给予灾民使用 提供当地震发生断电的时候 紧急的照明设备 发生紧急断电的话 第一个它可以协助照明的部分 那另外你有看到就是 我们这边有提供站棚区 他们在夜间的时候可以做照明使用 那厕所的部分因为灾区的话 可能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 他们可能需要去外面的场所 做如厕的动作也可以使用照明灯具 另外锦利婚宴馆则是提供 炒米粉热汤给予灾民使用 甚至动员人力支援 贡献一份力量 为地方救灾加入了能量 我们有提供热食 有米粉炒米粉 还有蛤蟆汤两样的 还有派源 十个人来装十个人的志工 有着灾民出来的时候 他饿肚子还是有一点热食给他吃 他就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而慈激基金会也在现场提供食物及人力 灾后的收容及付救都需要各界同心协力相互的支援 政府的力量有限 也期盼有更多的企业及民间社团一起加入 面对灾害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做好防灾救灾而发挥应有的功能 中假新闻林凯军 卢秀娟 中合场报道